画面上是基隆火车站的南站 环保局在这里有规划一个 公益青年电动机车方案的展示点 三款机车吸引许多有兴趣的民众来仔细了解 根据自家的充电环境与通勤需求 来做出最好的选择 刚刚他是介绍 如果充电的话可以考虑这两台 而且他又有零元的方案 如果其实你家里方便 如果一楼的话 他就可以充这两台 然后零元就可以带坐 你们家的环境是可以充电吗 还是说要换电的方式 两个都可以 两个都可以 我家里是一楼是不是 透天 但透天这个就蛮方便的 对不对 那你会选择什么方案吗 我比较便宜的 就零元吗 这是里程数 也是一样 骑电车就是里程焦虑的 对对对 所以我会希望说里程数 OK就好 其实你说他马力多强 多强都还好 对啊 因为其实代步就是这样啊 就是大家就是看里程数 然后像传统游车就是游耗啊 像电车当然就是 看他的 比如说一度可以跑几公里 这可以跑多远 就你们现在使用的状况下 应该五六十吧 好像好像说 套称七十八十 可是应该要打折一下 因为时速快跟慢也有差别 也有差别 通常都市区这样子 市区到中山区来回 应该都还可以 来到现场看电动机车的民众 普遍认为这是一个 对青年非常好的政策 因此赶快把握申请机会 那你觉得这个政策 对你来讲有没有觉得有感 有啊 因为机车 我骑妈妈机车七十几年了 对啊 之前就骑妈妈机车 对啊 因为我平常都停在火车站附近 我都骑在火车站换客运 所以你也是通勤上学 对啊 中山摩托车 跟现在不仅近年轻人 很大的一个负担啊 对有很大的负担啊 也是简单简单 因为电动车 不管汽车 机车方面都完全以后都 接近都是往电动车发展 这是趋势的没办法 那你觉得说 市政府推这个政策啊 就你市民的感觉是怎么样啊 不错啊 很好啊 鼓励就是 节能减碳啊 对啊 因为真的对空气有帮助比较好 对啊 其实蛮有帮助 这个是要重点 对啊 就算没有便宜到 可是对空气环境还是比较好 电费方面是真的是蛮优惠的 真的是得正优惠 因为指纹总用费 你用油车也是要 要加油啊 那你要不要修缮都要 这是基本的啊 市府电动机车新方案推出后 民众询问度相当高 展示点的服务人员 也细心的讲解 让民众能根据自己的通勤需求 与家里的充电环境 来做出最好的评估跟选择 然后我会先跟他讲说 车款有哪些 然后颜色有哪些 然后在车子的部分 3月29号前面14次大降价了之后 我会跟他讲说 价钱价价到哪里去 然后每个月的支费 然后可以期的理解数 大概是多少的 以及我们车子有保固2年 马达保固3年 或2万公里都会跟他讲 这样子 是的 那如果我是比如说 既用台北通勤的 我应该选哪一种 当然是选我们光阳的 因为我们光阳全省都可以换 点有2000多家可以换 所以说一分钟时间就可以换好点 非常的方便 那支费呢 支费的话 我们有零元方案 以及299方案 以及另外一个2125cc的 则是那个有399方案 跟599方案 那如果说他常常要跑到台北的话 他可以选择599方案的 那一个月可以骑到669公里 大概是478安时的部分 那我们的手机跟车子是连线的 马上就知道当月使用多少电量 所以他就骑的话会比较方便 而且我们的价钱 因为大价价的关系比油钱还要便宜 而且车子本身是零元的 所以你有车子基本上就得赚到很多了 再加上如果你有报份 还在送1万块 加载起来的话 车子原价是76800 再加上1万块的环保奖励金 再加上车子的大降价 一个人可以赚10万块 只针对基隆市民 所以非常的有利 大家都会很犹豫的来申请 那如果我只是平常买买菜 买买菜的话 其实你选我们官养110cc的就可以了 因为100cc它有零元方案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 基隆报道 温考 温考 温考